今天是几号来着 14号了 7月14号 久违的我又要出行了 然后这次我把我新的小鹰 65寸ATOM LT的那个背包给空气卷夹 背上去了 然后我塞了现在大概有13公斤 其实好像没有那么必要 但是因为有一些拍摄的器材在里面 所以就特别的重 然后今天去内蒙古就位出行 靠右行驶 不要下坡 往机场出发方向 人呆密后 到达古彼地 即将离开通电 机场火车站附近 大型车辆增多 事故多发 请保持安全 车去车速 注意 超大雨 也不算特别大 但是现在内蒙古只有20度 超级凉快 有些年数没有看到的大烟囱 现在已经快八点钟 差不多也看太阳落山了吧 我一直以为内蒙古的京度和上海会差很多 因为我想象中从小到大都以为内蒙古应该是中间那一块吧 就是地图中间那一块 没想到我们现在在哈尔滨的旁边 才是呼伦贝尔 原来是东边的内蒙古 现在是晚上九点 竟然还有一抹晚霞 看看一线吧 羊杂汤的早餐 还有一大锅 锅茶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小洋葱状 小洋葱状 这是什么东西 哈尔的移动城堡吗 移动内蒙古堡 上面还可以移动奔迪 在那种太拉风了实在是 让这个蒙古堡草 草里开过来的时候 有一种压迫感 在气势上面 我的天哪 这里都是虫 实在带不去 有见过这种楼子吗 这是干什么 结拜了吗 要在这里 环场一周的结拜 哦 不要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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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好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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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捏它 你快捏它 三只小兔兔 他们都俩正是吃货 太兔兔 真假的 这俩吃货 有个跑道 可以一直跑过去 然后再从这边跑过去 好疼 我去华官来先给大家 给大家玩得很新 玩得很新 玩得很新 快快快快快快快 可爱眉眉 还是眉眉 这边比较舒服 牛又在休息了 这实在太晒了 头儿懒吧 这边待着比较舒服 就是这个地方吧 我觉得 嗯 还是有差点意思 它不如新疆的草原好玩 有那种震撼度 这个就感觉是一个农家乐 只是相对开阔的农家乐 油门故高的农家乐 不是那么的有意思 而且好晒啊 现在是三点半了 依然很晒 就我觉得至少等五六点钟 再来会可能有 比较好看一点的状态 而且虫子太多了 我碰了防虫叶 被咬得更惨了 说实话我也是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 我戴口罩竟然是为了防蚊子 现在它依然很稳定 嗯 差不多该回去了 很棒 有一个动作不能够使用 过来 搞错 嘿 有一个动作过来 往里面 未来 了解 我为你不退 是最想的你 我从你求回答 只能看这东西 你拥有世界 最大的波跳 我呼类 小心 我太硬了 我拥有 你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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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拥有 你拥有 你拥有 但人挺多的 好像之前在哪里啊 在东北的时候说要去看最后都没看到 没想到在这一看到 说是会 被抓如果做了什么事的话 很大的驯鹿 驯鹿的屁屁 小是毛茸茸的 吃很多草 你当它是傻子吗 超大的鹿角 超级的烤地瓜 比我在日本时候烤的好多了 阳光反光后的白化饼 还挺漂亮的 是吗 这个山 好像 就比日本的那些什么大石山 什么山堡会好很多 中国真的是 一大物博 日本人要吹饭那些东西 在中国大概就 平平常常 甚至都不开发 也开发不了 这实在是太乡下了 我们住的酒店就是这种酒店 超级烙 餐厅是这样的餐厅 农家乐 到第四站的时候 终于来到像样一点的地方了吧 刚才那些 跟新疆还是没得比 这片草地 还可以看起来 还不错了 而且现在主要是没有太阳 被云给遮住的太阳 但是如果在 就是太阳直晒下 还是很难忍 这我大概又被晒黑了 两三度吧 今天住到了一个更奇怪的地方 说是一个什么族 从山里牵出来 还是两百个人 然后靠政府养的故事 但这边坐得还蛮不错 这边坐过的 奥鲁姑娅酒店 它里面的配套就还蛮像县镇旅游 官方旅游的那种样子 但这地方就还没被开发完吧 应该还没造完 有点像海花岛 和魏北开发完成前的无锡的年华万 差不多是这样 房间还挺大的 一个人住就还挺舒服的 电视好像要坏掉的样子 内蒙古的特色就是 干湿不分离 叹叹 这是什么 叙利亚风 让我看一下这灯在哪 叙利亚风 叙利亚风 安藤忠雄 叙利亚风 叙利亚风